美国为乌克兰生产弹药的冰工厂突发火灾 这有可能会成为压倒乌克兰的最后一根稻草 大家好,我是石涛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4月16日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冰工厂突发火灾 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次火灾会造成如何严重的影响 但是这火灾却牵动了万里之外乌克兰人的心 因为这个斯克兰顿工厂正是美国目前本土为二能够生产炮弹的冰工厂 更是美国援助乌克兰炮弹的重要的生产基地 那么之前斯克兰顿冰工厂每个月能够生产118155毫米的榴弹 听起来数量好像很大 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一天的消耗量 因此美国国会也紧急向斯克兰顿冰工厂拨了巨资 要扩建它的炮弹生产能力 但实际上炮弹的扩产并不是那么容易 一方面需要机械设备和熟练的工人 二方面炮弹内需要交注的炸药以及相关的火药推进药等等 才是目前美国冰工厂产能的关键的这个卡脖子的卡点 而在这些原料上卡美国脖子的不是别的国家 正是中国 那么之前有报道 由于欧盟对产自中国新疆的棉花 无端的进行了制裁 反倒是使得欧盟的 用于制造消化火药的短熔棉 出现的供应的困难 而美国其实也有类似的这么一个情况存在 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美国的火炸药生产已经高度 依赖中国的原材料供应 那么这里原因既有所谓的环保因素 同时也有美国资本 对这种低回报率工业的这种抛弃 也就是我们说的去工业化 那么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美国是意识到了自己在军工产业 特别是这种所谓低端军工产业 去产能的重要的危害性 因此他们一方面是在各个盟国去搜罗炮弹 这里面包括了韩国 包括印度等等国家 都签订了炮弹的采购协议 另外一方面美国也着手恢复自己的炮弹产能 那么斯克兰顿工厂就是这其中重要的发力点 但现在来看这效果确实是并不太理想 而在这关键的节骨眼上 斯克兰顿这一场火恐怕也是很多人所期待的 毕竟我们说理论上产的越多成本是越低的 但在美国的这个军火工业商的眼里 产量与价格其实并不挂钩 那么这就闹出了斯克兰顿工厂的弹药产出量越大 单价反而上涨的这么一个闹剧 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价格上涨之后 斯克兰顿工厂仍然无法满足相关军火合同的需求 因此目前网络上就阴谋论认为 斯克兰顿的这把火有点类似于咱们说的火龙烧仓 在检验库存之前一把火把证据都消灭掉 这样既能够毁灭掉这种腐败的证据 又能够为自己的产量不足找到借口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于乌克兰来说那将会是一场噩耗 毕竟乌克兰目前已经面临着前线炮弹严重短缺的问题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统计 目前乌克兰与俄罗斯在战线上打出的炮弹比是1比10 乌克兰已经大大的落后了 并且还有落后继续扩大的迹象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悬殊的对比之下 乌克兰是断然没有可能实现他们所谓收复失地的这么一个愿望 那在这样的一个预期之下 恐怕包括欧洲国家和美国都会加速从乌克兰这个泥潭抽身的进展 这对于德联斯基政府来说才是不可承受之重 大家对学习话题有什么判法 欢迎去聘请我交流 小新的关注 记得转发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